欢迎收看台湾真善美 我是胡凯纯 一锅香味四溢的热锅 卤出上亿元的商机 这咸香的美味 来自台湾最早开始做加热卤味的开山始祖 创办人王能宏 陈秋霞夫妇 他们早年在彰化 用朋友传授的秘方 卖凉卤卤味创业 后来把蔬菜火锅料放进卤汤里煮 开启了加热卤味的风潮 所以最好的时候 抽屉里的纸巢多到满出来 铜板要用扫的 但回头看这三十年 王能宏夫妇不是一支都是如此风光 中间曾一度破产 事业发展遇上了瓶颈 这段传乡千里的心路历程 来听夫妇俩娓娓道来 傍晚十分顾客陆续上门 学生下课就要吃点心肚子 而要去补习就吃 然后到五六点五点半以后大概就是加点 就下班准下班回来 然后到八点多大概就是 那时候八点档很好笑 八点八点的时候就突然就堵没有人 就不可能休息 我是说一段时间那一段时间 那是八点档 那时候很会看八点档 然后就八点档的时候都没有人 然后到九点就出来了 就哇九点到十二点这段时间的营业额 有时候会比前面的还好 因为前面的点心的学生 他的口袋有多少点 他就是花多少 所以他大概要算好 我一餐要吃多少 那家庭主婦来要买回去给家里配菜的 所以他也精打细算 那到点心的时候就开始不会算钱 那到宵夜来买的很好笑 他不会问说 这什么多少钱 这什么多少钱 那就是 好 这多少钱 陈秋祥和丈夫王能宏 麦如威已经超过三十年 刚开始认识 谁都不晓得 这项平民小吃 如今会成为台湾人的最爱之一 为了让泡沫红茶店做点心 到要吃饿的时候 外面的生意很好 好到那时候500块也没有1000块 都100100 所以我们先生自己做那一台 自己订一台茶台 然后用一个团 那钱常常都没钱 然后人来摆路边 都摆到四十几分点多钱 都为了很多地方来买 然后发现说 泡沫红茶相对也不好做 在加热卤味摊出现前 豆干 鸡翅 煎子肉 这些菜色 通常都是面摊的小菜 过个水 烫一下 再淋上酱油糕 就能上桌 其实刚吃我们 在做加热式卤味的时候 那时候 卤味加热食物 应该是 我不敢说我们是第一个 但是最起码我们周遭都没有 那是不是别的地方 我不知道 应该后期永远 我不知道 但是那时候真的 因为一个新的 新的品项出来 人家都会好奇 你真的咧 你在买什么 我卖滷味 滷味是怎样 然后我们就跟他接收 说他说 不错不错不错 但是这样慢慢慢慢 基本上是经过一两年 才把这个品牌 真的叫做 不同以往的新兴吃法 为两国妻 带来惊人收入 其实小菜 应该占个三次以上 你看 那时候一天爬紅茶 正经买茶三四五块 一个大一豆干也三十五块 你喝一杯也要 一定叫个米鞋 叫个豆干 叫个黑人 你看 一杯也要 那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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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四五块 我们一天 一个月 两个人就做 就做到将近两万块 王能宏 曾经在工厂 负责设计机械 手指上的八痕 是当年操作不剩时 留下的人生印记 太太陈秋霞 则是公务员 两夫妻认为 这样一直临时薪水 不是办法 所以先开了泡沫红茶店 台湾有句俗言 得一杯冰 得零醉一心 但在茶店里 两夫妻得到实证 乳味比红茶更好赚 于是把红茶店面收掉 专卖乳味 同时也投资幼儿园 多角花经营 只求能多赚点钱 没想到 却让两夫妻一路走向破产 总户债应该是三千 两三千 那房租很贵 然后都说 神经病 你那时候是把你的储蓄 扣一几就够了 满下去还没办 因为我们说三百多 三四百就够了 结果我们弄好 可以营业已经一千多了 你哪有钱 不是有钱 到时候说 为什么会破产 到时候就一直照 一直照 然后周转 因为不能不发薪水 那时候两夫妻的分工 白天王仁宏负责乳东西 陈秋霞则经营幼儿园 乳味店赚钱 但幼儿园却是不断烧钱 大女儿那时候有一次 我真的很感动 她 跟她讲出来 就是过了很久 她说她快结婚了 她在说 她说有一次她没有办法 缴学会 那缴那个餐费 然后她 她没有办事 然后她就跟 我们的家人借 就对 那些人 就可能跟她开玩笑 你不要跟你骂 然后她就 也不敢跟我拿 然后就 那一个月没有吃饭 然后这次很久以后 她才说 然后都教官给她吃饭 教官都看她 不在吃饭 然后 叫她去办公室 当时的陈秋霞 也曾动过不好的念头 我回家的时候 她不在家 那一下子的时候 她从外面进来 整个人黑路路 整个头门 乱七八糟 她看到我留的那一个纸条 她骑摩托车 到汉堡 到海边去找我 然后 她当然没有找到 她没有找到 那时候 也没有 那时候电话好像没有 现在这么方便 然后后来 就这样 然后我们就沟通 然后就两天 就跟 不走 既然掀了手 就没有绑开的理由 两夫妻继续往前努力 切断那些不好的意念 乐观靠着卤味餐 继续平下去 人生的酸甜苦涩 一如卤味 因为经历过 不曾放弃过 才有现在的武汉 因为大火卤着 因为高温闷着 才有吃进口食的神克入味 在我们卤味当中 在我认为是 豆干是最不好乳的 豆干一定要让它 膨胀收收 膨胀收 就好像在马沙基这样 在按摩一样 让它膨胀收收 膨胀收收 然后 还有最主要是 火候的控制很重要 因为火候太大的话 它膨胀太大 就里面会有 变成有 空隙 有 一点一点这样 就自然起来就比较粗了 所以你火候要控制到 不懂不懂 像是 就是种干大一些 它的火候都不一样 它大太大 也会裂开 太小的话 你又卤不精心 除了卤的时间火候 影响卤味持起来的口感 前置处理也不能省略 鸭肠 跟大肠 里面会藏的 这样的东西 鸭肢是有细毛 尤其像每年的食业到 冬天这个 秋冬这个时间的鸭毛 它们就要换毛 所以它们的小 所以 又毛很多 所以要挑的时候很麻烦 从把卤味当点心 再陆续加进泡面 原本只是一餐中的配角 现在已经成为许多民众正餐的选择 一路从白天的午餐 賣到深夜的宵夜 我们的乳味 基本的乳味精神一定是一致的 但是北 中 南 各地 在我们一定要在地化 互合当地的习俗 当地的消费的口味 所以我们有酱汁 还有我们有胡椒盐 酱汁就是调甜的 胡椒盐就是调鲜的 就是你北部讲的 吃比较咸的 我们就用胡椒盐工程 南部酱汁你就加一点 就是比较甜 甚至得添加新意 本来只在乳味里加面 如今也卖起乳肉版 各家各家的乳炒碗都不一样 那我们是用传统方式下去炒 而且用灯风 因为灯风的话 你可以火控制 那个湿线上 你可以随时做调整 因为乳肉灶 它主要就是要靠冲要爆香 所以你在爆香的时候 火火就是控制最重要 你要香 但是不要有焦味 我们的肉会Q 但是不是甜 但是又不会很弱 所以就是 那就是完全靠我们的火火去控制 先就是大葱小葱还有姜 还有蒜头 就是一道一道一道 因为它每个 每种每种的香料都不一样 因为我们要让做起来 变成有多层次的香味 所以我们来一道一道 还是虽然会公 但是口感真的就吃得出来 改变餐点评箱 也要改变贩售方式 比如增加套餐形式 方便于外送平台结合 热乳的人员需求大 投入成分高 反骨龟蒸回到原本红茶店的凉乳 利用快速夹取的方便性 抢通市场 凉乳就是总部都已经准备好了 你就时间到 你就把它摆在摊上 然后依照客乳的喜好 我们有多种口味 有盐味 香辣 椒麻 多种口味 让客乳的喜好 然后去选择 其实凉乳就是 只是一种黄埔归生 把乳味再走到原来 但是虽然走到原地 但是我们的口味有用 我们把口味做提升 目前王南侯和陈秋霞的乳味摊 持盈与加盟树总计将近100家 上下游整体营业额超过上亿元 如今美好的果实 加进八角胡椒等辛香料的卤糖 有如生活的苦痛养分 熬煮融合也才丰富了 成就了不可或缺的经典美味 欢迎回到台湾真善美 養生饮品 商机无限 市面上唯一家 用玻璃瓶装的银耳露 成分相当简单 只有银耳 枸杞与红枣 而且一目了然 这是创办人陈坤南的坚持 曾经在药厂 担任高阶主管的他 十年前看到了食安的需求 与养生饮品的市场 于是孤亲勇气 勇敢创业 坚持不添加任何防腐剂 使用营养价值高的生鲜银耳 用人工投料的方式生产 虽然成本高 但成困难相信自己锁定的区块 用原食材落实裸实革命 没有多的添加物自然会吸引 认同初心的知音 关于添加剂这件事情 我们是绝对不做的 因为这个跟我们的理念 会背影 因为我们常常在讲 我们的理念叫初心 是唯一的添加 我们的商品就在诉求 所谓的天然健康物添加的概念 所以当我们添加之后 只要添加一滴 消费品它自早会被添而去 坚持理念 做出来的银耳露成分单纯 只有大块银耳 枸杞 红枣跟冰糖水 所有的原料一目了然 这个跟市售的白木耳比较的话 是比较安心的 因为它可以看到整朵整朵的白木耳 因为其实市售可能会是打碎的 对 然后另外就是 它喝起来不会到的太甜 所以其实说像女生嘛 都比较担心说 会有热量上面的问题 所以其实喝起来是很安心的 你们的这个银耳 有一个味道的香味 那个香味出来的味 到这里香味 我就很芬芳那种感动 清袍产地 了解座物成长 陈坤南完全不嫌麻烦 因为这是他对消费者的承诺 我们这是不是天然财 我们这是算环控的嘛 这差别在哪 是那个产率还是说有什么差别 因为我们为了要保持这个品质 这个银耳的品质 所以我们采用环控的方式 就是隔绝这个病虫害的部分 所以才可以达到真正人家说的有机栽培 就是不使用这个农药的部分 一朵朵雪白银耳在环控下稳定成长 只要40天就能采收 一个好的银耳的话 主要就是看它上面这个耳瓣 它只要有张开 然后有香味 大部分就是可以成熟 可以采收的部分 采收下来的银耳 还要经过人工清理 采修等多道程序才能包装 像是精品般的银耳 在贵服超市销售 光是一朵售价就超过百元 陈柯南不计成本 就是要让它的银耳禄能与众不同 其实第一个是 它的多糖提的成分比较高 相对跟别的市售的银耳的品牌 可能大概多了1.5倍 那第二个就是它的捷径度 因为我觉得在制程上 你只要能够减少 这制程上的一个loading 那你的产品也会比较稳定 如果你一开始的时候 你的原料就不是很干净 你要再做前处理 前处理之后你的负水 各方面你更难控管 那你进去的时候 你头料到底要头几克 你就很难控管 有些人会把它切得很碎 但我们不要切得太碎 因为白木耳本身 其实以这样子的不规则状 吃起来QQ坦坦的 然后你下去煮的温度也不要过高 然后也不要太久 非食品出身 原本在药厂担任高阶主管的陈昆南 十年前看到了养生的市场 他选择勇敢跨出舒适圈 台湾的饮品产值大概有一千亿左右 然后这一千亿里面 养生饮品其实只有占大概二三十亿左右 这个饮品的市场产值 就是养生饮品是非常小的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有爆点的一个产业 但是你没有办法太快 你必须要慢慢的去教育市场 慢慢的去放大 所以我们觉得养生饮品这个市场 我们应该好好去切入 当时他野心很大 一创业就想要创立养生饮品加盟体系 于是从手摇店的形式开始 但也因为毫无经验 不到一年时间就惨赔了七百万 所以我想在那当下想自己沉淀了一碗 我当时的想法只是说 我必须要把第一个店 第一个事业把它收掉 快速的收掉 而且我已经确立 我未来就是必须要做养生饮品 这一个区块 在这个三亭的小空间 陈坤南思考着 要如何将店里之前 热卖的养生饮品 做出市场独特性 并商业化大量生产 我们其实更在乎的是 你这一个到最后有没有办法计算 有没有办法商业化 那商业化的这个价格 有没有办法被消费者能够接受 花了两年时间 陈坤南把原本塑胶瓶装的银耳露 改成玻璃瓶 从原来的大锅煮 调整为三瓶塗料 再放进灭菌府中 高温煮沸消毒 也因为这么麻烦 当时找片全台 才终于找到一家办公厂 愿意生产 然后我们找了三四十家之后 发现大家都还是 你太麻烦了 你那个 全市动生产不是比较快吗 你要不要把它打碎 这样比较快 你不要做那么复杂的事情 我跟你讲这个 没有人会帮你做的人 然后我们就找找找找 找到最后终于找到一家 他真的愿意帮我们做 而且愿意跟我们一起来合作 最近我们也购买了很多 辣了很不容易 今天要跟他们拜托 再跟他们走三天 这个没有问题 那你们今天去卖 我们就把品质给把关好 然后呈现出最好的品质 让你们去外面去多销售 将从产地直送过来的整朵银耳 放进分切机中 就连大小都是经过多次实验 才找出最适当的比例 分切的大小呢 就是应该我们前面几次呢 去做冲田 然后试影 然后甚至冲 杀定出来之后的 整个呈现的整个观感呢 我们来去做一个最好的比例分配 那我们试过好几次之后呢 发现说用几个刀片呢 去切出来的白木耳 它所杀定出来之后的 白木耳的呈现呢 是刚好在整 这整罐子刚好整个可以充分配满的 接着再小心翼翼的称重 放进杯中备料 会这么麻烦 是因为关系这每一瓶 银耳的多刮 以及消费者观感 那我们就是养到一个 固定要的我们的特数 那充填完之后 杀定出来的固形量 就是会到达我们要的 就是85公克 那所以我们为了 要控制这个瓶管落水呢 所以我们就需要做 每一个特数的称重 然后充填 所以我们才能做出一个 完全规则化的产品 一瓶一瓶 人工投料大量生产下 为了减少错误 还得要过这一关 这是我们的瓶管灯简 那我们就是用灯光的方式 打在产品上面 然后让我们的瓶管 去看这个产品里面 像这个枸杞跟红枣 它的比例有没有正确 因为这个红枣跟比例呢 红枣跟枸杞的比例 都有一定的比例在 那少的话就補 多的话就把它拿起来 那还有在充填液的时候 有些时候充填液没有把它充到 我们要的定位量的时候 我们就会再把它拿到前面 重新做充填液 也因为不是打碎后统一充填 所以每一瓶银耳露 在高温剖煮下 红枣与枸杞的出汁率不同 颜色也不一致 因为有时候 一开始在通路上架的时候 可能会觉得 大家会有点困难 会觉得这样好 那会有变异性 可能会觉得坏掉 怎么两个颜色差那么多 可是我真的是去说服 我们的通路上 去说服我们的这些 卖我们产品的好朋友说 其实这就是我们的特点 我们真的不要去破坏它 它最原始的样貌 我们应该好好的教育消费者 这也是代工厂 愿意和陈昆南一起鼓励的原因 这家50年的冠杆登场 经过三次大规模转型 现在除了有自由品牌 也帮人代工 看到市场的改变 他们知道如果细续 不守成就 迟早有一天 会被淘汰 有些时候 像他们的想法很好 可是我们都没有想到 那他们今天 来跟我们合作的时候 我们发现说 原来今天市场 已经可以做成这样的事情 那我们可以 一起突破 一起尝试 说不定我们今天 要把市场做起来 那这样子大家都好 那我们觉得说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好的方向来进行 但要让消费者买单 却相当不容易 除了要定价合理 销售速度也是关键 三个月内没有卖完 一旦有了库存 就是好损 我们会去买商品都这么买 一定是把最后面的挖出来 把前面的往前往后推 因为我们都知道 后面的日期是比较新鲜的 所以就往往我们 也许我们的效期是一年一年半 可是当我们过了一两个月之后 两三个月之后 消费者不买 所以也就是说你的挑战是 三五万品 你必须要在一个月两个月 三个月就把它卖完 于是 陈坤南将重心放到网络栽配 小部分竟连锁手摇引的通路 靠着好口碑 在两方配合下 现在已经是 银而养生银品的前三大品牌 我觉得养生银品品牌 非常难经验 因为品牌很烧钱 我觉得销售这件事情 是反而相对比较简单 但品牌没有那么容易 因为它绝对不会一触可及 也绝对不会让你一气爆红 就算一气爆红的品牌 也绝对是它过去有一段的积累 发挥优势 陈坤南与代工厂 还一同制作了这一款 相当费工的坚果饮 江南瓜子 核桃 腰果等五种鲜果 分别磨成姜后 再造进大波炉中煮沸 坚持购买金果粉直接制作 是因为陈坤南相信市场差别 可以为自己走出一条路 那我觉得我们要做出差异化 我们就应该要坚持 自己所原本坚持的那一个区块 就是你还是落实你用原食材 然后落实落实的革命 你不要再去做一些其他的点 那我相信你只要落实这些点 那幸福你的或认同你的 那自然还是会跪跪地买 在创业的路上跌倒过 面对过去的那些挫折 踏不回心 因为这些都是自己现在的亚恨 这次陈坤南不贪心 他知道坚持初心 往石岸的路上走 一步一步慢慢来 总有一天会被砍解 欢迎回到台湾深善美 只卖素食而且只有四家店 一年却可以创造千万一页额 让素食店老板顾耀义 被称为嘉义的素食王 他的四家店 从皮架行到餐厅自助餐Buffet 再到便当快餐 三种不同形态 就是要仅仅抓住同样一块素食客群 还要让他们愿意不断上门 也不会吃腻 这位厉害的老板不仅懂得经营 在料理上的功夫也不遑多让 曾经出过比赛得到金牌奖的殊荣 他如何把素食料理千遍万化 透过镜头带您去一探究竟 香喷喷的肉燥锅里加起一块卤得透彻的肉排 油亮光泽伴随浓郁酱汁香气 让人光闻就食指大动胃口全开 但这一道料理其实是素的 我们这道肉燥好吃的关键因素 就在一个秘密武器 因为我们都知道分食的那个肉燥 它本身煮久了 其实那胶质就会出来 就会很油亮 很有粘稠性的胶质的感觉 但我们素的没有 所以我们就必须要找到一个食材 能够有这样的口感 所以我找到叫做白木耳 我用白木耳下去打汁下去熬煮之后 它就产生天然的胶质 跟我们要的那种粘稠的口感 素排骨的话 我们是用小麦纤维加上豆腐 然后自己手工压制 下去做炸把它炸定型的动作 然后再下去跟我们的素肉道一起滷 所以它起来的那种 加上卤汁的排骨 其实很仿真 为什么吃素还要做这些假肉 这是很多民众的疑惑 我们的门市会看到三种人 一种就是没有吃素的 一种是刚吃素的 一种是吃素很久了 那在这三种客群之下 他们假取的 选择的菜色也各不一样 还没吃素或者刚吃素 他们会比较喜欢吃加工品 或者是比较素鱼素鸡素肉 这样子的产品 那吃素比较久的那些客人呢 他就会选择都是蔬菜比较多 因为你如果 如果没有加上这些比较重口味的部分 那你刚进来的那些客人 他会吃不习惯 因为他本身是重口味习惯的人 所以你突然让他转成很清淡 他可能一下子就打退糖果 他就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饮食方式了 不以自身有限的知识 去评断他人这样做的原因 一切因无所助而神其心 其实这个应该是一个引领 你要读人去 其实就是从分转素 从分转素 那个过程是最关键 所以在这个关键过程中 你必须要让那些没有吃素的人感受到 原来我吃素也可以得到一样的口感 那一样的味道 甚至更多的营养 那他才愿意来慢慢接受 进到我们的素食的这种饮食的方式 胡耀义做素食的料理已经将近30年 30年来他和妈妈开的素食餐饮店 只在加益 四家店一年便创造千万元营业额 但要有这样的好成绩 有些工是不能省略的 它里面有包黑木耳 还有红萝卜 金针菇 还有笋丝 姜丝等等的这些物料 然后一起炒香之后 然后把它包进我们的海苔跟千丧里面 其实这是我们素食里面 非常古早味 也非常经典的一道素鱼 不同葷食料理 直接用食材烹调 做素食得用尽心思 得费尽巧思 所谓的精緻度和价值感 其实它都必须要透过很多的工序 来做提升 因为原食材就直接烹调出来 当然这个就会比较家常 那你如果用 运用一些手工技巧的融入 来变化的话 那客人的感受度 当然是不一样 少了肉味就得靠人工 用精緻度提升菜肴价值 这也是素食自助餐 比较贵的原因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如果去跟厂商 直接订那些加工品来讲 其实第一 也就是说 在那种价值的感受上 第二呢 也就是说 在别人的商品的 跟别人的商品的差异性上 其实没有办法做出差异 必须要去找一个定位 所以我们坚持自己做的部分 其实是因为这样子 而自己手做 时间成本跟物料成本 坦白讲都会增加 应该会有差将近一倍 这么多 对 将近一倍 因为其实 机器量产跟手工制造 它的产量是完全不一样的 它的产量是完全不一样 那产量就决定它的 它的经济规模跟经济效益 这是很直接的 很现实的 关于素食餐饮店的经营 顾瑶一路走来 有自己的想法 她年轻在铺子小店 跟着妈妈一起做 之后一路开进嘉义市区 比如说切那个笋 笋子 一次一桶的话 差不多也超过三十只 慢慢切 切成片再切成丝 以前没有切好的 以前都是要必须要自己切 所以那个过程 我觉得就是磨练心性 要学好一个技能 你的心性的磨练 我觉得是相当重要的 要耐得住性子 要耐得住辛苦 才有机会在这里发光发热 2016年 不耐意参加韩国亚洲民厨美食竞赛 拿下中餐组金牌奖殊 人生一路顺避 她甚至跨出嘉义到台南开了餐厅 堪称嘉义素食王的她 却在台南惨赔千万 那边的场域很大 所以那边就三四百坪 所以那个管销费用很大 就其实没有办法打平的情况之下 就要赶快断尾求生 一年半赔了 对 一年半赔了将近一千万 这一交让谷耀义伤得颇深 内心在流泪 但是现实就是现实 还是得回归到现实 说了多久才发出下一步 做目陆陆续续这样整理 差不多将近一年才走出来 但是我们在平常训练的时候 你必须要收拾自己的情绪 来面对其他个店的员工 你是不能带着情绪 走进你的其他门市的 你会害怕你在三家店 你会铺上的临时店的 是 会害怕 你会不敢做决策 有一点 那时候真的 在做决策就非常保守 所有的投资跟研发的进程 其实几乎都是中断的 达马不谢惠美 对儿子也是万番不舍 其实我怎么很欢迎 不敢另外一面 欢迎一面就是说 他这几年年给他帮他一次 他才有那个经验堂 后的消心 就是说极致成绩 刺客一次后 他就会感觉到这方面 他就会感觉到他 对儿子 比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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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来吃辣 如果去拖桌 没机会了 年轻他去拔桌一摆 他在拔桌 怎么起来 他自己就穿着了 这比辣 怎么够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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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想很多回来 有些年轻我下面去拔桌 看到 额子也没有下来 很感变 很感变 看起来的东西 看起来的东西 看起来像大摸 把自己摸来摸去 这样 还有一些人在那些 还有一些人在那些心 妈妈的泪水 让胡耀义开始思考 过去的自己 是不是太过自信 经营事业不能只一股劲往前冲 适时停下脚步 或许才有走更久的可能 所以他去念EMBA 让自己有了新的思维 不再闭门造居 这两年 他开了速食餐饮少见的快餐店 成功把自助餐和便当店做出区隔 我的便当大概是60到90 便当的品牌这个部分 那如果自助餐来讲 他如果自己夹取的话 其实都会超过这个价钱 因为如果自己夹菜的话 其实夹到最后其实都会失控 趁了之后其实有时候会觉得说 都会超过他这一餐要消费的金额 总内太多就会觉得这个想法 对 对 在自助餐里面的便当要做的差异 其实会比较难 但是如果直接在拉一个品牌 直接做速食便当的专卖店 我觉得会比较容易有主轴性的商品 我的主轴 比如说我这家便当专卖店的主轴 就是排骨便当 不管是素肉排或是素鰻鱼 消费者能清楚找到料理的主轴 而不再是从四五十道自助餐中 海底捞月般的找出想吃的菜肴 主菜的变化的主轴 那主菜呢 所以我们这些主菜我们都会自己手做嘛 所以外面房间其实是买不到这些东西 那第二点呢 在口味上 我觉得说口味其实是很重要的 你再怎么行销 还是重点还是回到你本身那个口味 是否被认得 所以在这两者结合之后 你才能够产生你要的那个效应 跟你的客群的接受 料理千变万化 消费市场也是 除了专注料理的美味 经营者更得看到民众喜悟改变 或是创造更多可能性 许多人都想创业 但要能从中找到制胜契机 真的不是嘴上说说就能成功 欢迎回到台湾真善美 水泥是台湾很常见的建筑材料 有人把它摇身一变 变身成为时尚配件精品 这样的创意来自一位年轻设计师游生窑 从2005年开始研究水泥的材质 调出独特配方 将水泥开发制作成戒指 耳环 手表等学生配件 扭转了一般人对水泥刚硬呆板的刻板印象 也因为很少人利用水泥这个材质 打造流行时尚精品 独特的风格 让他们顺利在欧洲还有日本打开市场 营收突破了千万元 有灵有角多边形的造型戒指 点缀碎石子的耳环 表面如同旋转楼梯的手表 呈现出四度空间的建筑风格 充满趣味和设计感 这些精巧又时尚的配件 其实都是用水泥做成的 水泥它基本上 它在那个搅拌在液态的时候 它是碱性 所以你要是在那个时候一直摸的话 就是会咬手 就是以前讲的 那它如果已经固态之后 然后我们养护完之后 它基本上是非常稳定的一个材料 所以它那时候固态之后 就比它会装熟了 有别于一般建筑水泥 游生窑加入专用调和剂 增加水泥的流动性 让泥浆变得像奶昔一样 搅拌均匀后再倒入模具中 为了顺利排出水泥中的气泡 趁着还没凝固前 必须用刮棒迅速划过每一个角落 做戒指最重要就是 一样它里很多造型的线条 线条上面不能有气泡 对所以我刚刚 我模具刚好是半透明的 所以就是说 我们透过半透明的模具 可以看到里面有没有气泡产生 将模具放在灯下仔细查看 除了要眼明手快 必要时还必须用点力气 水泥的漂亮在于说 它要有些许的气泡 它不能完全没有气泡 它如果气泡太多的话 也会变不容易 对 所以就说我们要拿捏 就是说它刚好 能够呈现出水泥的质感 然后又可以让消费者 可以接受的程度 再把不锈钢圈押入模具中 最后覆盖上层水泥 历经一到两周的等待 就能用水磨机打磨 每磨一次都得拿起来确认一次 因为每个力道都要拿捏平均 才能磨得平整垂直 那个不是刚好圈 完全会包在水泥里面吗 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它上跟下圆 都磨出来之后 就可以把它一层一层地分离 把它跟水泥不必要部分分离 反复不停地磨 直到看见不锈钢为止 再用磨刀把内圈的水泥小心刮除 才能进行抛光 深灰色的水泥搭配不规则的几何造型 让戒指看起来更有设计感 71年次的游生窑 从2005年工业设计系毕业后 就开始尝试用水泥创作 一趟走访日本的建筑之旅 让它深深爱上水泥 因为以前在书上面看到很多安城中 什么的作品 但是从书上看 实际上看到的时候 那个震撼是非常强烈的 把这么粗糙的材料做得这么精致 然后尺度这么大 觉得很厉害 那时候就是直接就觉得说 这个材料太棒了 我应该来自己用我的手 来做这个东西这样子 但在学校只学过最基础的 水泥罐制和模具制作 要开发产品 一切都得靠自己摸索 所以一开始我们是很单纯的 在五金行买水泥 然后去问老板说 这东西要怎样 成功做出品质比较好的东西 所以以现在的话 我们台湾大概百分之七八十以上的 水泥材料的供应商 我们都接触过 然后都把它的材料拿来试验过 然后调配成最适合我们 制作商品的水泥这样子 克服水泥一脆 汗色泽不均的问题 不断调整比例配方 终于成功做出 心目中最理想的水泥戒指 搭上创意市集的摆摊热潮 但一开始的销售 并不理想 那时候没有定位 那时候就是单纯的觉得说 自己做出来的东西 自己蛮喜欢的 然后去看看谁会买 可能后来在创意市集 做了大概半年之后 我们大概 产品觉得有些地方要改进 然后也觉得我们的客群 大概就是长那个样子 然后就希望能够 然后往国际化去走 国内市场接受度低 并没有因此打击他们的信心 于是他们尝试转往国外发展 没想到水泥的特殊性 在国外吸引不少消费者的目光 来买的人变成一些 从路人变成专业的买家设计师 或是国际媒体 对 那从那次之后 基本上就打开我们 国际贸易的一些发展这样子 试着在水泥中加入其他材料 游山窑要重现 台湾最经典的磨石子地板 将石头倒入碎石集中粉碎 再用网子筛选出颗粒大小一致的 碎石子 再倒入水泥中混合搅拌 磨石子的工法 运用在戒指和耳环的制作上 让饰品带点环境的味道 应该说每个人的心目中 都有一点点对磨石子的一种印象 所以把这样子的印象 运用在产品上面的话 事实上是会蛮有意思的 可以勾起人的一些想像这样子 虽然产品很有特色 但经营的前四年 除了水泥戒指外 其他品项都没有销售成功 那时候觉得我自己自己是一个设计师 想要开发什么就开发什么 对 所以就觉得今天想要开发玻璃杯 明天想要开发椅子 对 就是一个设计师嘛 就是基本上什么都可以设计 这样子 然后那时候我们也有用水泥 做过一些价值五千块的相框 或是一万块的挂钟等等的 但营收不如预期 只靠着水泥戒指撑起工作室 成本太过昂贵 为了让事业能够稳定发展 游生瑶重新思考经营方向 后来我们就休息了一年 然后在那一年就觉得说 其实我们在做的事情 终究应该是要把它当一个品牌的经营 要有一个策略 要有一个很明确的定位 所以我们就把自己定位 成为随身精品的品牌 所以从戒指慢慢发展出书写工具 还有时钟手表 运用最擅长的软体3D建模 它仔细描绘出脑中的创意 那因为我的东西都是很 就是很detail 就是插一条线就会插很多 所以手画画不再出来 四度空间的手表排名设计 再度成为吸睛的焦点 随着光影产生视觉变化 让手表变得更独具特色 我们要把空间跟时间结合成一个产品 然后有一天我就想到旋转楼梯这个元素 它是建筑上面的一个很 就是每一个建筑里面都会有的空间 但是它的造型如果是旋转楼梯的话 随身精品的定位 果然抓住了市场 让年营收成功突破千万 许多消费者 开始对水泥材料感到好奇 因此从2016年开始 它成立工作坊 让大家体验自己动手DIY的乐趣 你们里面有人有 就是参加过手动课程吗 好 无关系 那这样的话 代表你们手应该都蛮笨拙的 无关系 没有啦 没有啦 自己调制水泥 灌水泥 享受盖房子的乐趣 每个人都能打造出 属于自己的诚实风貌 所以等一下就是动作快 然后就结束 对 动作越快越好 不要 就是如果太执着于某一些 小气泡的话 你可能会整个一起燃掉这样 水泥材料 它会影响到品质很大 那我们自己研发了将近十年了吧 然后在材料上面 其实蛮有一些心得的 所以我们想说 那就把这个材料推崩出来 对 让很多人可以用这个材料 来做自己想要做的东西 建筑材料的水泥 竟然演得变成DIY的素材 这是很多人从没想过的 以前的水泥 就是概念就是 很大的水泥车 一直转转转转转 对 那这个就是 就没有想象 是说自己会可以 有机会这样在手中 搅搅搅搅把水泥搅出来 把搅拌好的水泥倒入模型中 经过一个多小时 从模具中拿出完成品的那一刻 每一个人都不外小心一点 虽然我没有生过小孩 但是脱毛的时候 仿佛很像在生小孩 因为很怕把烟囱 这两只脚弄灌了 就会很小心翼翼去抓烟囱的点 在哪里 一直去把它拨出来 觉得很开心很惊奇 很惊奇 就即使它有那些泡泡 我还是觉得它很漂亮 就是它水泥最自然的那一部分 它不见得要很完美 重新写下美的定义 游生瑶凭着年轻人的创意 彻底颠覆大家对水泥的想象 虽然创意过程几经多折 但它并没有被困难达到 历经十年终于找到发挥舞台 让建筑用的水泥 也能成为新一代的时尚精品